好的,講一下 各位KT的兵友大家好 各位沒有走錯棚 今天呢我們小編沒有兼差 就是今天要來介紹一下我們CAMERY的避震器 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這一款是7.5代的CAMERY 要來安裝我們KT道路版避震器 我們請各位兵友來看這邊 柴哥有賣結冰水嗎 客人要結冰水是不是 好,那柴哥先去幫客人處理一下 我們請經理來幫我接手 那變避震器,變不冰兩個的感覺 來,今天超熱的 今天是,這個是錄影 好,這台車是 這個是7.5代 因為經理自己就是CAMERY的車友 所以我對CAMERY的6代 7代 稍微有涉獵 如果這一個 這裡比較細的話呢 是7.5代的 如果這裡比較粗的話 是7代的 這一台是7.5代的 油電車 那很謝謝車友的捧場 因為車友剛剛有告訴經理說 他們已經關注KT已經一段時間 那加上經理我自己也是CAMERY的車友 來介紹起來的話 會更有說服力一些 那6代、5代 甚至更早期的 CAMERY的4代、5代 這個全部都是前後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到了進口款的8代值 才改成是TNGA的底盤 那TNGA的底盤 前面一樣是跟這個一樣 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後方的話就不一樣囉 後方已經改成是彈簧 跟避震器分開的TNGA的底盤 那這個7代的話 前後都還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這一台車 如果啦 避震器要好做的話 其實就只有一個重點而已 是在後方彈簧的設計 另外一個是 如果後方CAMERY很容易會有異音的話 在後面上座的設計 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KT的對CAMERY來說已經很了解 所以我們的除了好做之外 也沒有任何的異音狀況 那這一款車的前面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跟6代、5代差不多都一樣 但它的上座是沒有斜度的 它的上座是平整的 可是5代跟8代的話 它的上座就是斜的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上座如果要沿用原廠上座 要特別特別小心 第一個它的上座是有方向性的 它的軸心有切角 所以它的上座有方向性 在沿用的時候就要特別小心 那像這台車的話 里程數有點偏多 如果沿用原廠上座的話 這個軸層啦 橡皮上座下方有一個叫 指推軸層 這個軸層的壽命 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不然裝上去的話就會有聲音 那就麻煩了 但改KT的話 通通不用煩惱這樣的問題 因為KT從4代、5代、6代、7代、8代 全部都有附上座 這個前面的上座KT有附 那後面的上座才是設計的重點 因為後面的上座 如果做強化的 甚至是有其他間 我有看過 做了一個軸層 那個的 對硬硬的排除率呢 其實都不夠好 原廠形式的話 其實它的硬硬排除率是最棒的 它是有一個斜度的 它的後上座有一個斜度 所以我們就仿照它原廠 做一個強化型的上座 然後彈簧的話也是跟這個一樣 它的下進的話就直接放在上座下方 所以KT的設計 一律都是做成本最高 可是是最沒有問題的設計 就跟原廠是一樣的意思 那這台車 好不好做的重點 就是在後面彈簧 後面彈簧的話 KT是打了一條250mm長度 然後公斤數的話是4公斤 上方就是剛好和這樣的原廠型的強化上座 所以異音率的話非常低而且好做 那它的圈徑彈簧的外徑拉大 如果這台車 如果車友們有安裝其他品牌避震器 但是後方的彈簧是做直捲彈簧的話 我保證絕對不會好做 但是如果要禁忌的話 或者是旁邊跑山路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配上直捲彈簧 所以這台車後方的彈簧選擇是特別特別的重要 好那我們來切入KT為什麼會好做的重點 來這邊 這台車的彈簧 後方彈簧 像這個它的圈徑 外徑的話是做大一點 然後線跟線距離的話是拉開了 所以這台車在KT來說一定會很好做 上方的話這裡鏡頭有點拍不太到 這個上座的話就是和這個原廠上橡皮的一個下方孔徑 所以這個都是做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那彈簧圈徑這麼大 線距這麼開 公斤數只有4公斤 當然KT的配置會好做 而且不會有異音 那後方的話 在拆裝時候 要特別小心的是 這個後方也有離載串 7代的話還比較新一點 如果6代的話還要特別注意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後防晶桿 你鏡頭拿過來一下這裡 後防晶桿 後防晶桿中間這個橡皮 它的孔徑有時候如果用久了會變大 變大之後它就會有遇到坑洞 就很像類似避震器掛掉的聲音 所以這個橡皮還有這個 防晶桿拉上來這個離載串的壽命 都需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後方的車高調整很簡單 統稱的長短 如果變長就是變高 如果縮短就是變低 所以後方的調整跟前面一樣 麥花城 裝A背 彈簧跟避震器 一體的結構 調整車高的方式都是一樣的 都是靠這個統稱的長短來做調整 好 那再特別強調一個重點 這一台車 Camry的6代 7代 好不好做的重點 就是在後彈簧 所以請各位檢視一下 自己改裝避震器的後彈簧的形式 那好不好做就是在這個了 前面的彈簧KT一樣是配大全鏡的彈簧 可是前面的彈簧 大全鏡它改進舒適度的幅度的話 就遠不及後方 前面的話我們一樣是配一個大全鏡的彈簧 那公斤數的話是配置7公斤 長度的話配200長 所以這一台車不論前面跟後面的彈簧 還有統稱還有上座的設計 其實KT費了很多的心思 那也讓Camry的車友有逐漸看到KT的用心 所以最近銷售的狀況也都特別好 那當然可能跟公司裡面自己有 Camry的試乘車可以提供給車友來試乘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如果各位是開Camry的話 很歡迎來我們KT台中的工廠來試乘 但是記得有時候試乘車 像今天的試乘車就好像就不在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的話 再提早個一兩天跟我們小編預約 那這台車的話前面有附上座 我們來看上座的部分好了 上座的話 在這個地方 這個六代、七代都一樣 引擎是打開 就有一個上座在這裡的 那這一款車是有電款的 所以它是Hybrid引擎 2.5升的 2.5升的 好 那上座的在這個地方 阻尼的調整 軟硬度的話是從上座這裡 有一個KT的旋鈕 這個旋鈕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往順時針 往這個方向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 那調整的時候 左右邊一定要對稱 那這一台車的扁平比比較高一點點 這是原廠17吋的胎圈 原廠17吋 不論從六代、七代都是這樣的配置 17吋的話是配215 扁平比是55 17吋的輪胎 所以這個扁平比算厚 它的厚度就接近像是休旅車一樣 所以改裝避震器之後 像昨天的話有一位Ruffle的車友 也有這樣反應 也有這樣跟經理詢問類似的問題 就是在煞車快停止的時候 它的車身還有會有多於一點點晃動 因為它的扁平比高 所以當我們快煞停的時候 它的輪胎 其實還不斷的在壓縮當中 那解決的方式有幾個 第一個如果日後 升級到18吋甚至19吋 它的扁平比變薄了之後 這樣的狀況自然就減緩很多了 那第二個方式就是 我們在煞車快到停止的時候 不要把它踩到底 踩到底的話它就會有一個 搖晃的餘震的狀況來發生 所以有幾個解決的辦法 都是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參考 那另外的話 就是在調整阻尼 調整軟硬之前 有一個工作特別特別的重要 就是胎壓的設定 像CAMILA的話 它還是屬於日系車 在駕駛座的門打開的側邊 B柱的下方 它就有一個原廠胎壓的建議值 像17吋的話 大概是冷胎壓 大概32 33PSI左右 所以當胎壓設定好之後 我們再來調整阻尼 那調整阻尼 左右邊一樣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 沒有關係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大概設定起來 就會順暢 好做很多 那KT的用料部分 像是 除了剛剛所介紹的一個設計 像是在用料的部分 我們所選用的阻尼油 是使用意大利 這麼一大桶200L 原裝從意大利進口的IP的阻尼油 然後像是攸關到壽命 跟最重要的壽命 避震器的壽命 最主要的就是取決於油風 好不好 那KT的油風使用的是 日本NOK的油風 像這些的日系車 有很多車友 是推崇日本TEAM的品牌 TEAM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 也是使用日本當地最優質的NOK油風 所以品質的話 其實都相當的不錯了 好 那以上是今天 Camry 7.5代 Hybrid油電款的一個介紹 如果車友們 有一樣是開Camry的話 很歡迎來試乘 那以上是今天的介紹跟分享 謝謝